大家好 我是Philip 很多人都會問究竟有沒有一些很輕便的腳架 可以做影片的拍攝又或者拍照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支X-Air 5 Max 其實Fluopo很久之前 其實真的很久之前 已經讓我試用了這支腳架 但是我也想實際去試一下這支腳架 究竟好不好用 才可以跟大家介紹 所以就在這段影片 主要跟大家說一下這支這麼輕便的腳架 有些什麼特別 在開始這支影片之前 記得LIKE、SHIRT、Subscribe我的頻道 一起戰勝Youtube的演算法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規格 它全開是171cm 而不開中軸的時候是136cm 重量是1.65kg 最高負重是6kg 三腳負重是20kg 另外Monobot時可以去到183cm 本身這個就是一個ARCA的標準 所以大家如果有ARCA的標準 亦都可以合裝 大家看到它這個螺絲位 看到有六角時的位置 有一個很重點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好轉一件事就是它有一條六角時 大家可以利用這條六角時去領Pay 領其他工具 亦都可以收回去 磁吸 這樣就收回到這裡了 還有它有一個螺絲位 讓你領Pay的螺絲進去做後腿 當然作為Video它的標準 當然有水平調校 大家會看到 它有一個解鎖可以做水平調校 但是大家會發現 好像調校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它需要升高一點 令到它有足夠空間 這個碗形才可以做到水平調校 大家剛才看到它可調校的角度那麼大 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比較少的Video腳架會有這個功能 就是可以調校到直到拍攝 這件事基本上應該是 Video腳架比較少有的功能 如果大家拍照 相片的腳架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可能不太直到 但Video腳架可以調校到直到 應該都是不太多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功能 有些人可能說Pan Bar這麼短怎麼辦呢 其實它是可以伸長收短的 只要它的解鎖收回鎖 這樣就可以變長 然後解鎖變短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不用Pan Bar的話 也可以把Pan Bar拆掉 令到整體的雲台尺寸又再細一點 有些人都會說 我帶一些三腳出去 如果突然間想用單腳又怎樣 它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它就可以就這樣 領其中一支 有橡膠手柄那支 這樣領出來就可以做到一支單腳架了 所以如果大家又想要三腳又想要單腳 這一支就一次過可以做得到的 還有一個你猜不到的功能就是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出去拍照片都 總有試過一次半次 不記得帶電 甚至乎飛機都不記得帶 鏡都不記得帶 這情況怎麼辦呢 竟然腳架是可以幫到你的手 就是什麼呢 原來它在底部 已經內置成為一個手機夹 就是手機夾只要上一塊 Play 就可以用三腳架 另外就是剛才提到六角時 你想領實 也可以用六角時 這枝本身是一支 Packer 四折三個 Packer 另外旁邊也有螺絲位給你上配件 耳之腳架在不升中軸的情況下是140cm高 而傳開中軸之下 連賣運台是171cm 而它的單腳架模式有兩個高度 當然可以完全把中軸組裝上去達到183cm高度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一些比較高的單腳架 它都可以提供給大家 但如果不需要那麼長的中軸 這樣可以嗎? 它也可以在中間拆斷它 拆斷它之後 直接可以領上單腳螺絲位 它拆斷中軸的話 用短中軸也可以去到低機位的效果 如果大家要拍攝地面上的東西 如果真的不夠低的話 你也可以調轉來安裝 它是中軸的 就在中軸的東西 不太多便宜用 absolute planner 和自己的腳架 短中軸 它已經很明顯 可以安裝 自己的腳架枱 單元的那樣 如果大家需要 Antes抽到、可以安裝 可以安裝 如果你問我這架價是二千多元 有什麼意見呢? 我覺得二千多元是給你這麼多功能 有單腳、有三腳 有一個可用性高的雲台 有手機甲 所有東西都齊了 有沒有缺點呢? 其實所有產品都有自己的缺點 我自己覺得缺點 其實就是小問題 但如果可以下一代或者有方法改善 就更加好 例如雲台 大家有否留意是打直 打直一般來說 就是拍照的習慣 大家知道 如果在影片中 很多時候會安裝兔龍、Kage 其實它的兔龍是橫入的 即是說如果你用兔龍 又要用雲台 無論如何都要上一塊兔龍 就不能直接上機 否則上機後就會錯位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問題能夠改善 我相信這支腳架是不一定的 雖然話雖如此 其實很多傳統的影片腳架 在Play 都是打直的 只不過近年 大家多了放了 放了在相機上 也希望有快刷 所以有這樣的要求 也是正常的 希望它真的可以有新版本 將會推出 但現在沒有 也不擔心 因為我自己會放快刷 又或者把快刷上去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支腳架是怎樣 也喜歡不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一起試新的東西 一起聊聊聊聊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